我叫刘恒 我来自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我今年21岁 主要研究方向是 土木工程材料和水泥机材料的瓦加剂 我最开始是在学院的公众号上 看到了这次比赛的消息 所以我就想锻炼一下自己 我们团队一共有四个人 李伟业和康旺是我的本科 葛好生他是和我一个课题组的 决定组队是在实验课期间休息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这个比赛 所以想一起组成一个团队 从我们这一次搞大学生创新竞赛活动 我们的目的就是在我们大的合作框架下 在人才培养 在教育 在创新 这个三个方面通过创新竞赛的活动 得到体现 我们这次的竞赛 先赢了12个学院的学生 几乎涵盖了我们同济大学 全部的功课学院 同时我们有73次队伍来报名参加 智能路灯杆的灵感 最早是来自于学校里的电子眼 喇叭 灯杆这些 它们没有整合在一起 就显得很凌乱 我们后来在新闻里都能看到 在上海市以及广州的一些智能路灯杆的试点 但是这些路灯杆都是用的传统的材料 而这次厂商提供的是 捐纸垃圾复合材料 这种技术它带来的一些优势 包括它的高墙轻质 还有包括它非金属的特性 能够很好地回避屏蔽效应 集中效应等等 我们就想把这些性质 能够应用在智能路灯杆上 能带来很大的好处 那么我们统计科室创 瑞豪 实际上是在产业链上的 各个环节上分布的 所以给学生的帮助更加大 我们安排学生到科室创公司 到瑞豪公司去参观 学生通过参观活动 通过和两家公司的技术人员和管理高层的交流 打开了眼界 他们就觉得我们成果的创新的延伸 是要涉及到我们具体的应用领域 要真正解决实际问题去的 两个公司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在周团会上 给我们很多材料的相关数据和一些性能测试的结果 在我们设计它的功能提供了很大的可信性和依据 我们这次去参观厂家 看到了这种薄线增现复合材料 以及其他的一些材料完整的生产线和生产工艺 经过厂商他们技术人员的指导 我们对整个材料的优势和性能都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们成立了我们平选的专家小组 包括大学教授 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 从过初选、初赛到决赛 我们都看到了学生在这方面非常好的发挥 最后通过整整一天的决赛阶段的答辩 我们评出七个项目获奖 这赛阶段 gives us numerous opportunities to explore new product ideas and new business models the students really focus on how to have a long-term impact a lot of the projects really deal with fundamental questions and how to make solutions more sustainable it'd be great now to grab a few of the teams and really try and take it to the next step to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young people on these projects and who knows maybe we really do achieve in realizing one of these projects making it happen, making it into a real thing 我对我们团队的作品是非常有信心的 因为本次比赛中我们所有成员都倾尽了全力 通力协作 但是我们就觉得得奖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还将对我们作品进一步完善 并且投向市场 我觉得世界上每一个伟大的方面都来自小小的灵感 axeos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